Craft的浪漫土耳机 其实是难得一见的谈点 那么多热气球文件 没有其他文字的广告 只有一个中文的广告还放 你说中国人做什么 我们不要靠近这些热气球 会很危险 五点半起床 然后腿都来追热气球 觉得这么近 这人太棒了 今天热气球都挤在一块打架了 现在是凌晨四点半 还可以看到哈气啊这么冷啊 今天这才是一个追赶热气球的正确知识和时间 然后是4点25的时候 我们昨天抱着这个追赶热气球之旅的团 司机到我们住的酒店把我们接上 然后现在拉到了这个观看热气球的一个点 然后我身后就有三个热气球 还是四个 黑咕隆咚的也看不清 正在冲气 正在冲气待会就要飞了 司机说今天这里有70个热气球起飞 然后整个这个卡巴多奇亚今天一共有170个热气球起飞 然后我们这个团还包含了早餐 然后这里他们在这是给我们的早餐 然后旁边他们还有一些热饮热茶热咖啡 我们现在就边吃边等吧 还挺冷的早上 这一个热气球充满气还挺久的 不许得半个小时吧 现在已经蒙蒙亮了 然后这些热气球也差不多都起来了 我们身后这个上面还写着中文 我们的导游刚才跟我们说 让我们不要靠近这些这些球会很危险 因为那些这几球的驾驶者他们看不到我们 然后这么大个真的还挺危险的如果靠近它 现在这四个都并排起来了 看下面那些车里面的乘客就是准备乘坐热气球的 然后那边还有好几个 这边也有一几个 所以他们都是聚集在同一个地区一块起飞的 都是在这个山谷里面 然后这边的一堆 怪不得会很壮观的 这一个热气球的直径有多大 怪不得浪漫土耳其呢 他真的挺浪漫的 我觉得看这几球就觉得还不用承担坐热气球的风险 那个框里边的人已经都上去了 快要起飞了 他这个一个框小的可以坐20个人 大的是20几个24个好像 还都满满当当的 我都没想到这小镇有这么多游戏 这个飞了 这个起飞了 他飞的倒是挺慢的 昨天我们抱几个团的时候 问那个老板 来这边坐热气球的中国人多不多 然后那个老板说 你看我这屋里边没有其他文字的广告 只有一个中文的广告海报 你说中国人多不多 你看除了英文真的就是中文 对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打摇一看 都有十几个中文的 其实是难得一见的场景 这么多热气球满天飘 所以我们周边这一堆的车 越野车啊 用小巴车啊 全部都是这个最热气球的团的人 都是来专门看热气球的 I will share with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怎么还没起飞呢 别的已经飞到最高点 我在网上看的是他最高可以飞到500多英尺 大概就是200多米 然后现在看到的最远的估计 已经到达了最高高度了 昨天我们五点半起床 然后腿热来追热气球 啥也没看到啥 看到了几个 还想一几天就飞20个吗 然后今天四点半起床 花钱抱腿来追热气球 这才是看热气球的正确知识 你看看这满天的热气球 好多啊好多啊好多啊 还真的是挺壮观的 他说170个我是信的 天呐 这小镇哪来那么多人 还有别的地方 专程坐车过来的 住在周园的 这边还有专门来拍写证的 穿着长长的长裙 确实这么好的背景 不拍给写证也可惜了 这满天 瞎看起来就像假的似的 我们的团也要走了 快去追热气球了 现在5点20 人家热气球已经全部升空了 我们昨天5点半才起床 还想看热气球 这都是拉热气球的车 都是皮卡 然后他的车上要带个风扇 用来吹热气球 到地方了 到这个爱琴谷了 像太阳已经出生了 这些大部分热气球都到这里来轿路 这些车子来接热气球的 然后我们 这个所谓的爱琴谷呢 本身也是卡巴多西亚这边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因为他下面的这些石柱 有点像这个男性的生殖器 因为他其实是上面那些被火山岩覆盖的区域 外壳比较坚硬 然后还没有腐蚀 他没有被那个水流给侵蚀 然后下面的地方已经被水流给侵蚀了 所以就形成了现在的这种 下面比较细 然后上面有一个粗粗的像蘑菇帽的一样的这种形状 然后导游跟我们说呢 我们今天能够来这里看热气球降落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他这个热气球每天的降落的位置是不确定的 他要根据当天的风向来确定 然后今天呢分数比较好 风向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能够来这里看这些热气球 然后看日出看热气球降落在这个爱琴舞 very lucky 哇这个离我们这么近的 哦 所以 做热气球还是有好处的 可以俯瞰我们 我们只能仰望他们 哈哈哈哈 跌得这么近 这些人不害怕吗 真的是 嗯 今天特律ко都挤在一块打架了 不过还好他是转的 应该中了就没什么事了 哦,這個通我們過來了 可以換個船在這裡 啊 啊 走了 又2米8高 他能够促开我们 我们只能仰望他们 所以人家这就花了更多钱 是很优势 好多人做成到这里来拍写真 拍呼叉照 他这一个个几球的乘客 是最少20个 多的话也20多个 然后170个几球 那就是一天最少有 三四千的乘客乘坐的几球 然后像我们这种只观看热气球人 大概是乘坐热气球人的数倍之多 所以每天大概得有个两万人 或者更多的人产生这些旅游的收益 所以卡巴多西托这个地方呢 是一托这个卡斯特地貌这种自然资源 然后发展出了这个热气球旅游 热气球观光的产业 然后又依托这个热气球的产业 发展出了这些观看热气球啊 然后拍写真啊 包括其他等等的一些周边旅游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现象级的旅游开发 非常难得 这里有个人就要降落了 他是直接落在这个车上 还有个人远快远去拉着 那有好几个人啊 推着这些人 推着拉着 然后把他降落在这个车上 成功降落安全降落 这个框里边有28加230个人 哦 不要这么拥挤 所以小的框20多大的框30 他们就开到前面开香槟吧 还前面还有有人要把上面的绳子拉上 哦 然后把这个这几球收了是吧 哦 哦 还要用打火器来试风向 嗯 哦 然后再确定可以了 他们在那里有人拽着 三个人在使劲拽着 然后把他拽下来 哦 收起来 那个骨架 对 哦 那那个骨架就是用这些绳撑着的 哦 还挺费劲的 对 还挺费劲的 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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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几球的高度得有十几米 哦 嗯 收的几球也很壮观吗 哇 现在六点十分 我们已经踏上回程了 这几球都已经开始降落了 很多已经降落完了 保安 了 烤 气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